现在要坐快艇去桃花岛 哈喽大家好 我是普尔文 我现在是在浙江省周三市 周三群岛中的桃花岛 金庸先生的名著 《射雕英雄传》 神雕侠侣中的东邪黄耀斯 就居住在这个岛上 这个岛上有一座色雕影视城 这两部距的取景地就是在这里 桃花岛是浙江省周三市 普陀区下辖的岛屿 位于东海之上 岛屿面积41.7平方公里 能够约为1.15万人 有室外仙境之称 今天有点天空不作美 下起了雨 而且现在也是旅游的淡季 人非常的少 再过一个礼拜左右 就是旅游旺季 人就非常多了 现在先到我之前预定的民宿里去 这家民宿也是岛上的居民开的 民宿的旁边也是一个景点 叫白雀寺 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周三群岛第一高峰 安琪峰 安琪峰也是桃花岛的一个景点 带大家到民宿里面去看一下 这里环境还是非常的舒服 这里还有一张茶台 如果下雨不出去的话 还可以在这里喝个茶 这个我在网上就已经看好了 所以订了这家民宿 这家民宿还是非常受欢迎的 我的房间在二楼 这就是我的房间 房间还是非常的干净整洁的 现在时间还早 准备到影视城去看一下 虽然下着雨 因为今天的时间也是比较赶 现在我们就到了射雕英雄传旅游城 这也是我国唯一一座 海岛影视基地旅游城 这块牌匾也是金庸先生亲自提的 射雕英雄传旅游城 位于金庸笔下桃花岛风光迷人的散花风下 整个旅游城占地2.5平方公里 我们去找一下黄龙的居室 射雕英雄传第一集 就是在这里拍的是吧 阳铁新家 东斜传物 整个桃花岛拍摄的基地 基本上就是还这个湖 风景还是非常的优美 随着我的镜头 带大家走进金庸先生的武侠世界 黄耀斯住的最神秘 还在最上面 这个是主人家呀 现在天气有点晚了 马上要下班了 感觉一个人上来还是有点 盛的黄 闯一闯 黄耀斯的 啪挂桃花镇 等一下不要被困在这里面了 这个应该就是黄耀斯的夫人 在黄耀斯的住所旁边 就是黄荣柔 也就是黄耀斯的女儿 这个就是黄龙的龟房了 黄龙自幼丧母 也是备受黄耀斯的疼爱 它的龟房也是非常的精致 看看这些人物大家都能认识吗 这些人物都能认识吗 漂亮 凄 atenção 对 刚刚带大家看了一下色雕英雄传影视城 因为现在时间也比较晚了 他们已经要下班 所以也是转了一圈就出来了 现在看一下去周三群岛最高峰 安琪峰 看一下能不能看到比较好的景色 现在我们到了安琪峰的山上 这里有一座圣岩禅寺 先到佛寺上面去看一下 现在起了大雾 这座佛寺落影落现 宛如仙境 宛如仙境 我们现在再往安琪峰的最顶端走去 再往上走 去到安琪峰最顶峰 这里有一口大钟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现在已经登上了安琪峰最顶峰 有点遗憾的是因为前面刚下过雨 所以起了大雾 没有把最美的景色带给大家 好了 那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点点关注 点个赞评论一下 谢谢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